近期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境局势紧张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北约代表团入住基辅之后 乌克兰果断点燃边境战火 让外界嗅到了一丝阴谋的气息 最近 乌克兰更是公开表态边境局势 扬言必要时会引入美国插手 据环球时报在最近的消息显示 当地时间13号 乌克兰方面在介绍采访时 公开指责俄罗斯垂涎顿巴斯地区 恶意破坏双边稳定局势 而对于目前乌克兰向东部地区大规模调集兵力 并频繁爆发武装冲突的情况 乌克兰方面却没有给出回应 仅仅表示 顿巴斯地区问题不仅仅是乌克兰自己的问题 也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 因此 如果必要时 乌克兰将对外发出邀请引入美国插手 不排除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 事实上 在3月初 乌克兰突然向自己的东部地区动手时 外界就已经猜测 这其实是迫于北约方面的压力 要在关键时刻挑起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战火 一方面是欧盟与俄罗斯越走越近 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快速衰落 导致华盛顿当局必须尽快寻找战争机会 通过从他国吸血的方式缓解自己的衰落 也为自己的选票讨好军工复合体 早在疫情爆发时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针对俄罗斯进行一系列计划 就已经在浮出水面 首当其冲的就是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桥头堡 白俄罗斯在近期陷入混乱 政府机构因为大规模的暴力抗疫近乎瘫痪 其次就是俄乌接壤的地区战火被点燃 最后甚至俄罗斯国内也开始出现暴乱和游行 可以说西方正在全面围剿俄罗斯的周边盟友 致使其陷入多面受敌的情况 而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也在我国周边发生 有分析人士认为 在这场冲突中 别看乌克兰大话说了不少 但真正下命令的根本轮不到基辅当局 所谓的拉美国介入 也不过就是台面上的军事威胁而已 毕竟美国从头到尾都在一手主导事情的推进 根本无所谓介入与否 就拿乌克兰被西方忽悠的放弃核武库 建卖苏联时期最好的飞机制造厂 荒废苏联时期最好的造船厂等等 就清楚 乌克兰的军队究竟还剩多少战斗力 值得一提的是 战斗民族恐怕也是清除这场局势中的多方角力 对于乌克兰最近的动向显然十分警惕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目前俄罗斯军方已经在顿巴斯方向 部署了两只机械步兵师 一只坦克旅 一只各种作战旅 上千辆装甲车辆 自行火炮和火箭炮等更是不下三百门 而且俄罗斯正在打算调集四个集团兵 在该方向上进行部署 随时准备支援 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 不过这场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 还要看乌克兰是否真的打算拼着王国也要充当北约走狗了 日本曾多次秘密针对中国魔机作战 但结果让其大受打击 群殴也打不过 联合厄华注定失败 中国手握日本筹码 最近继美日印澳四方会谈后 日美也开始了拜登上任后首次二加二会谈 中国再次成为主角 此时日美透露出了一则重大消息 日本曾多次模拟对中作战 但即使是群殴都打不过中国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访问日本 日本实时通讯社报道指出 双方或将点名批评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举动 美国主导的大王已经洒开 印太地区冲突的风险也在骤然增加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对比美日两国与中国之间的军力撑 虽然目前美国综合军力远超中国 但是如果冲突地点在亚太 美国的优势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美国要把分散到世界的战力 集中到亚太效率很慢 而且近些年 美国国防部也曾针对中国展开过多次模拟战争推演 背景设想在台海冲突下 但每次美军都毫无例外地输给中国军队 尤其是随着解放军实力大增 美军方感到事态已经越来越严峻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透露 经常有人担忧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力航母打击群容易成为目标 美军在亚洲部署已经落后 去年 中国火箭军从内陆地区试射了两枚东风导弹 精准击中南沙海域行驶中的靶船 这给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极大震撼 这标志着美国航母打击群作用被削弱 不仅是美国 日美透露 日本前任政府也曾秘密举行过多次兵器推演 但结果令日本大受打击 结果都显示 印太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加起来都不敌中国军队 亚洲地区军事平衡已经倾斜 留给美国和日本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 这段时间 美国又拉拢了域外的英国 德国 法国 加拿大等国 而日本积极冲腾这些国家军舰军机行动的前沿阵地 但群欧能否打赢中国还得打个问号 美治古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师西斯表示 联手遏制中国的策略可能会失败 因为中国掌握着他们的筹码 因为中国常年是他们的最大贸易伙伴 日本的态度就很微妙 他一直在向外界展示 美日同盟坚不可摧 并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 但在经济上却不想跟随美国 因为与中国经济脱钩根本不可能 一直以来日本都惯于搞正冷惊热 澳大利亚也学了去 但这段时间澳大利亚付出的惨痛代价有目共睹 日本也怕成为第二个 但中国还没开始 抓紧时间赶紧坐 面对多国围堵 俄罗斯处境非常艰难 普京却高度自讯 俄罗斯倒下了对谁都不好 这话从何说起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乡情 就当外界均以为 美国如今正在不屑于力对付中国的时候 发现近段时间 俄罗斯国内外不太平也跟美国有关 乌克兰打响对东乌民兵第一枪 实在是美国在背后支持的 给予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成功让顿巴斯地区战火再起 美国利用乌克兰这枚棋子 对付东乌民兵身后的俄罗斯 而在此前 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打响了第一枪 通过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 将枪口对准俄罗斯 自拜登上任以后 似乎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动作 越发频繁且肆无忌惮 除了通过乌克兰 叙利亚对付俄罗斯以外 美国还试图用围堵中国的方法 围堵俄罗斯 据悉 美国正拉拢英国 法国等国家 派出航母对俄罗斯进行围堵 尤其是英国 为了迎合美国的动作 甚至在近期派出了军事指挥员 到乌克兰边境地区 打击俄罗斯相关势力 在此背景下 一些想讨好美国的国家 开始也派出军事力量 向俄罗斯发起挑衅 其中土耳其在乌克兰集结大量兵力 对俄罗斯宣战之际 在中东地区发起突袭 轰炸了俄罗斯的该地区的军事基地 日本也叫嚣要占据 所谓的北方四岛主权 计划限制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进入日本海 就连波兰都以兵器推演为由 指责俄罗斯 此举会对波兰甚至北约 造成巨大威胁 自从俄罗斯 纳瓦里内事件发生后 一些西方国家 就试图在俄罗斯挑起 有颜色革命 就目前开始 多个国家已经开始行动了 目前联合英法 土日等八国 对俄罗斯的新一轮战略围堵 已经来袭 俄罗斯的现状 可以说非常艰难 不过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 也不是吃素的 面临着多个国家的围攻 普京高度自信 近期利用在叙利亚地区 发动空袭 以此警告 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 不要轻举妄动 同时在日本叫嚣后 出动大批战机飞往日本海 尽管俄罗斯至今 仍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但毕竟要面对的是多个国家 假设俄罗斯真的没有了 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 或许就如普京曾经所说的那样 如果俄罗斯没了 世界干什么 简单点来说 俄罗斯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 以美国的霸权个性 一旦没了俄罗斯 该国霸权主义 必定会更加严重 从二战结束后到现在 世界能维持75年的和平 就是因为互相制衡 倘若俄罗斯倒下了 美国很快就会腾出资源和精力 来打击其他的国家 届时就不会再有什么世界和平 所以世界各国都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 俄罗斯倒下了对谁都不好 而一旦美国爆发核战 人类文明甚至很可能 会走向毁灭